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姐夫带着新娘子阿梅姐回到家里 表明会把秋梁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亲 一样孝顺 让梁老很开心 像是自己的女儿又再度回到身边一样 今天的节目中邀请三位来宾和我们分享这一段故事 首先是饰演母亲的王梅学 梅学姐好 主持人好 全球大观众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本尊黄秋梁师兄 秋梁师兄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真实人物赵阿梅师姐 阿梅姐好 主持人好 全球大众好 今天我们要先请秋梁师兄来聊一聊 二姐夫在您的眼中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 我的二姐夫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憨厚老实的人 甚至于非常听从父母的话 所以我二姐嫁过去以后真的他 他连我二姐受到的委屈 他都不敢跟他的父母来争取一些潜意 所以都很听话 但是就非常勤奋 所以在我印象中从头到尾 他从来没有跟父母顶撞过任何一句话 或者是在我们兄弟姐妹之间讲过一句重的话 或者大声的话 所以他是真的一个是非常憨厚老实的人 这个在我的印象中是这样子 到目前也是这样子 所以可能以前年纪还小还轻 对不对 所以没有办法真的 可能跟自己的父母讲说 怎么样来对待二姐 才会让二姐觉得在那一段的婚姻生活当中 其实是很难过的 那那个时候当家里的人知道说 二姐夫要再娶续贤的时候 家里的人反应是什么 我妈妈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 我妈妈因为我妈妈认为 他这个救世伟 救世伟认为是说 你已经娶我女儿 我女儿过世了以后 你就不应该再娶 但是在我们的想法是 因为第一个 她也没有孩子 而且她还年轻 所以说我是感觉到 应该是很正常 很正常 而且她有尊重我们梁家 她有来跟我们告诉我们 所以我觉得她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应该要成全她 那我们就要来问一下 我们的阿美姐 真正的本孙 先来谈一谈 你当时候要嫁给你们家师兄的时候 已经知道阿豪姐这一段故事吗 好像不太了解 不太清楚 所以到什么时候才知道 原来有阿豪姐这个人呢 认婚后我们妈妈跟我说 她说 你怎么 我说 你跟我骗我 我怎么也没办法 以前的人好像说 比较 没说像现在这么现代 那就是说 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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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公结婚 就去做法庭 回去就像说 春到她的老母子 这样就对了 他也认为我是她的嫂子 在寂寞 在小弟 大家也认为我是二姐 我也认为我是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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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妙 就当师兄怎么看那时候 第一眼看到阿美姐的时候 觉得她真的跟二姐 长得很像吗 对 我是感觉真的是有前世一缘 那当我到她家去的时候 我一看到她就很亲切 两个就好像姐弟就抱在一起 就好像很亲 不是说有一点隔阂 讲不出什么话 好像无所不谈 然后就把她带回来 带回来 我妈妈一见到她也弄住了 所以这一切一切 我相信都已经在冥冥之中 都已经注定她要到我们家 来当我们的二姐 真的我很感动 之后我们的互动 超级棒 每次回来我们就好像很高兴 然后就无所不谈 贪如不尽 真的就像一家人一家人 一家人 美学姐有没有觉得 其实在邱良师兄的家里头 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演到这一段的时候 会觉得说这个家庭 其实那种兄弟姐妹之间 或是家人之间的 相信力 其实很足够耶 有 其实我刚刚之前要录这一集的时候 我看到看到阿梅师姐 就是因为那 戏里面是嘉隆演的 我觉得她的眼神跟嘉隆有像 就是有我那个女儿的feel 我有感觉 就是我里面没有觉得 你是因为我 虽然说我是演员 但是我感觉 你有选我的女孩 因为我之前有听说 演这个角色 然后你们也选了好几个 可是她明明之中 她可能会觉得 谁适合我 谁适合我想要给谁演 所以我感觉 你这就是演员 譬如说我还好也没去 她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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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感觉很想背妈妈 她感觉再去找一个 很好的阿妹 你把她做我的女孩 应该是这样去看 看你白的 看你白的 所以真的很不可思议 那我要请教梅学姐 其实在诠释妈妈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看到在戏剧当中有一段是 妈妈好像如果思念 被送出去的这些女儿的时候 都会对着衣橱里头的这些照片 可能哭啦 或是讲一些贴心的话 或是觉得说 可能孩子可能在外面受了委屈 自己又没有办法 帮助到他们什么 在知道说可能孩子 可能真的没有办法 这个家没有办法 再支撑养她下去的时候 真的那种内心很痛很痛 那种拉扯 那种感觉 又想留 又想留 又不能留 又觉得好像没有办法 给她好的生活 但是你给她想 我后来为什么 我只敢悲痛 但是不敢讲话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我爸爸 每天那么辛苦去买鸡 在各地方都用挑的 或是用 有时候要爬很高的山 然后大概有六七天 才能有一次到台北来买 那个才有办法有价差 那来卖的时候 就每一天都要十一点半 就要凌晨十一点半起床 半夜十一点半 半夜十一点起床 十二点半一定要出发 那就准备好以后出发 那出发要从桃园 到台北的永乐市场来 总共要六个半小时 六个半小时 骑脚踏车 骑脚踏车 而且是石头路 而且都是暗的 没有路灯 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有时候还是刮风下雨 她也要走 所以我有时候感觉到 赚那样的一点点的银头小力 她能够要养活这么多的人 那我妈妈 所以我妈妈为什么不舍 所以她说我妈妈再去做工 做打零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怎么养这么多 将近十个小孩 很难啊 那家两个大人就是二个人了 所以难怪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 那梅学姐怎么看 其实妈妈也很辛苦 她前面的三集都还在怀孕 还要下田里面去工作 然后那个钱又非常少 然后好像不知道有什么 她那个地不租她了 她又把它解雇 我就记得好像是第一集 还是第二集 我拿了好像微薄了多少钱 然后那个钱 她就说明天就不用来上工了 妈妈就垂头上去的这样 其实拿到那么少的钱 又这么辛苦 然后养这么多人 真的不得不送出去 那种感觉好难过 所以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非常非常的不舍 不舍这样子走 这些姐妹们要一个一个的被送走 当时其实我不能帮上我爸妈的忙 但是我几乎做他的后盾 所以他在前面做工 回来几乎所有的养猪养鸡 还有家事几乎一手包包 都是丘良在做 所以看到这个孩子很贴心的那个部分 对 是 懂事 非常懂事 非常棒 所以明天的戏剧当中 我们要看到 丘良已经初中毕业了 他带着150块钱 跟大哥准备到台北打天下 要去找工读的机会 但是初次找工作似乎不是很顺利 到底这笔钱大哥会怎么样来运用呢 请您别忘了晚间八点钟 锁定我们的大爱剧场心愿 今天感恩三位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感恩您 谢谢 感恩 感恩观众 同时也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你再来一天 明天见 我们下期见